各位很多老菩萨或是莲友都是老参 所以闭着眼有时候他会比较专注 但是有时候闭着眼也会看到一些幻境 有感觉好像这个佛堂里开始摇摇摇 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电波特别强 看到了颜色都不要理它不要管它 其实那都是你心的反射而已 所以换句话说 你不用在乎说这个细节 是不是你能想得很清楚 最重要你就把它想得 你就是feel Amitabha is appearing in front of you 就是你就感觉阿弥陀佛就在你面前 这样就对了 不要太在意这样关一关 他的嘴巴什么歪掉了 鼻子会不会凸了 阿弥陀佛突然跟我说hello 这样吓到你 都不要想那些都是妄念 你就是很专注地把心定在那里 这样常常练习就可以 刚开始定在那里很短可能只有一两秒钟 又跑掉了 待会听完经的时候 我很想去吃榴莲啊 今天礼拜天啊 待会又想的时候 又回来专注 又想一想 哎呀明天要做工啊 对不对 轮回争苦啊 然后呢你又念头又跑回来了 没关系 常常练习 常常练习 因为你无量节来从来都没有练习过 所以刚开始对你会有一点点困难 没关系 我供养大家两句法语 黄念族老师一详想的 你可以写下来 深处转熟处 熟处转深处 你自己写 深 书深的深 出深的深 熟就是呢 你煮饭啦 米熟啦 深处转熟处 熟处转深处 这是黄老居士开示的很重要的法语 在古想集里面 什么叫做熟处转深处 我先讲第二句 为什么 我们每天要工作 我们要上班 要洗衣服 煮饭 这些我们都很熟 我们看到境界呢 生起贪嗔之烦恼 发脾气呢 都不用思考的 这些东西呢 五欲六成的烦恼都很熟 现在啊 慢慢慢慢慢慢的控制它 把它呢 变成比较深处一点 淡一点 这是第二句的意思 第一句 深处转熟处 什么很深处呢 不太喜欢念经 不太喜欢听经文法 做义工呢 好累啊 对不对 回家呢 看电视啊 吹冷气 吃冰淇淋不是比较好吗 我们常常会觉得 文师修啊 戒定会 我们很深处 但是要慢慢慢慢培养 你念经 念久了 就会有法喜 听经 你不要期望 一下子全部都懂 慢慢慢慢听 听久了 你就会生智慧 像我自己听我师父 跟很多善知识的经啊 我都听过三遍到十遍 连我这么根性比较差的 我都要这么用功啊 那何况在座的脸友呢 有人都是有头有尾 没中间 新加坡脸友真的是很可爱 当然工作很辛苦 没有错 所以大会才会这么发心 全程录影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常常复习 所以你不熟的地方 修戒定会 读经 听经 共修 研讨 你都很生疏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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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就进步嘛 多生多节的熏习 到最后呢 你就会非常的熟悉 所以同样这个观想也是如此 所以不要气馁 也不要觉得说 哎呀 怎么这么复杂 我前几天有说过 我不重复了 因为今天我要讲很快的经 还有讲很多经 还有我还要回答问题 我们说过 我们每天里面呢 从早到晚 我们都有观想 也有想象 你家里是门牌号码 你坐什么公车 你在哪一个MRT下 回家 其实你的脑筋里 都有很多的记忆 图片跟观想 只是你不察觉而已 同样的 现在叫你不要想世间的东西 把你想阿弥陀佛 想观世音菩萨 想西方极乐净土的功德 就会把你不清净的念头 慢慢慢慢慢慢转成为清净 这是他观想很重要的功德力 请看三十二页 请看经文 好 昨天介绍到光明无量院 表示阿弥陀佛 遍照光明 无量无边的世界 那这一院 其实有很深的修行方法 那关于一切 皆是阿弥陀佛变化所做 我前几天跟各位联友说过 请你要预习七十二页 后面我写的一篇文章 这个我会单独讲 好不好 我先讲愿文 然后把全部介绍 我才会这样单独介绍这里 怎么样把一切 皆是阿弥陀佛变化所做 来转换我们的修行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我学佛呢 这一生二十五年多 超过二十五年以上 净土中一个很重要的心得 所以我暂时先不要讲 因为我先把愿文介绍完 不然这样混在一起呢 有时候大家会听得有一点复杂 那接下来我们按照经文 请看三十二页 看新三十五愿 寿命无量愿 请看经文 阿弥陀佛发愿 我成佛的时候 自己寿命是无量无边的 所以阿弥陀佛又叫做无量寿佛 那不但他自己寿命无量 国中的这个身文 天人有无量无边的数目 他们的寿命也是无量无边的 这个很重要 上次说过 这个身文跟天人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一 他往生以前的身份 比如说我们是人 往生 对不对 到了积累世界 莲花化身 虽然是三十二项 八十种好 都是金色的 可是在你的记忆里 你还是记忆里 你是从娑婆世界 新加坡这个地球的人类来投胎的 所以他这里有两个用意 一是讲给我们这个世界众生听的 第二个是你往生 最后的很强的记忆 那你会说 师父这边怎么会有身文呢 很好 这里的身文是 像佛的十大弟子 很多身文众 他以专修身文法为主 但是他遇到佛 为他说法 他也欢喜 念阿弥陀佛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举一个最大的例子 就是在《无量寿经》里面讲 《礼佛献光》第38品里面 阿难尊者 他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 就是身文身去而了 所以身文是 他往生前的记忆 事实上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天人 也没有身文 全部是大称的菩萨 都是菩萨众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通通都要发菩提心 才能去的 你若不发菩提心 你是去不了极乐世界的 这一点大家要特别注意 尤其当你劝很多 老菩萨念佛的时候 不是以逃避 或自私 或躲避的心 去极乐净土的 那是去不了极乐世界的 你要劝他发 所救度一切众生的心 比如说你可以跟老菩萨讲 你觉得你很苦 其实轮回里面 大家都很苦 为了要帮助更多苦难的众生 我发愿要去极乐世界 那这样心念一变的时候 他就可以去极乐净土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发愿 所有的眷属 他寿命是无量无边的 接下来看新六 第十四十六院 新四十六 声闻无数院 假使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 都成原觉 原觉就是修十二因缘 而成就的辟之佛 佛果 他们都是圣人 他们共同在一起 用百千万亿节 共同来计算 用他们的神通力 功德力来计算 假如他能够知道 西方极乐世界的数量的话 他就不成佛 所以可见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发愿的时候 所有人的寿命是无量无边 而且西方极乐世界的 莲齿海会菩萨 有多少人呢 没有人算得住 只有佛才知道 所以佛经理讲 唯佛与佛方能就近 这是十五院跟十六院 请看下面幻灯片 所以日本呢 他怎么样表达阿弥陀佛 寿命无量呢 他是全部呢 坐在大宝莲花台 金色的佛像 因为我们凡夫都认为 金是最为尊贵的 日本人的文化里面呢 阿弥陀佛的屋顶上面 他有船方宝盖 有些是用铜镀镜做的 有些是木头镀镜做的 这代表什么 阿弥陀佛成佛呢 他万德庄严呢 什么样的功德 都是无量无边的 寿命无量无边 智慧无量无边 悲心无量无边 愿力也无量无边 所以叫做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再看 三十二页第六行 我引了一品叫 寿众无量院 在无量寿经第十三品说 佛告诉阿南 无量寿佛的寿命 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久远的 根本是不可能 用人间的脑筋啊 可以撑阳赞叹 而且计算出来的 不但如此 又有无量无边的声闻之众 他的神通 智慧 都能够通达十方 每一个圣人 莲池海会的眷属 声闻菩萨 全部的眷属呢 他都有威力自在 而且他们的神通力像什么呢 像佛经里面 批语的叫做 手中可以持一切世界 极乐世界的众生就像这样 他手里可以拿着世界 叫掌中的安摩罗果 三千大千世界 放在他手掌里面 就像拿一个苹果一样 可见你的身体有多大 三千大千世界 无量无边的恒河系 在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里面 就像手中的 这个一个安摩罗果 这是佛经比喻的 所以他能够掌中 持一切的世界 接下来再看 我弟子中大木间联神通第一 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一切的星数众生 星数众生就是 无量无边恒河杀树的 不管各个星球里面的众生 在他一个晚上 木间联的神通 就可以把三千大千的数字的众生 全部都算得很清楚 而且没有错 所以可见 木间联的神通是很广大的 待会我会讲神木间联的故事 他说 进一步而言 假使十方的众生 都成了 正物成为圆绝 就是辟之佛果 每一个圆绝 他的寿命 有万亿岁这么长 那他的神通 就像大木间联尊者 这么样广大无边 这么多无量无边的圆绝 十方世界的众生 圆结 一起来开会讨论 算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 到底有多少岁 还是算不出来的 节旗 智利 西贡 推算 比会当中 他的寿命也是算不出来的 不但阿弥陀佛不知道 所有人 连持海会佛菩萨的 寿命有多长 他也算不出来 他说 比佛会中 生文的数 你能够知道的是 百千分之一 百分之一 千分之一 万分之一 你都没有办法算得很清楚 所以可见呢 西方极乐世界寿命 是真正的叫无量寿 是永远没有止境的 那这有什么好处呢 各位 请问 我们寿命长一点 有什么好处呢 在这个地球的人 人老的时候最怕什么 怕死 可是很奇怪 有些人越活越老 像老妖精 对不对 有些人越老 越是老不休 对不对 可见呢 不是说你老了 就没有烦恼的 老呢 只是身体衰弱 你的烦恼 暂时轻了一点 但是它的烦恼种子还在的 那同样的 人寿命老的时候怕什么 怕没有足够的寿命 想做你想要做的事 所以因此 在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知道 有些众生呢 修行呢 是进步很快 成佛 有些众生呢 它进步很慢 那不管进步慢跟快 最重要是什么 你要有足够的时间去修行 对不对 你没有足够的时间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修行 福德智慧 圆满而成佛的 所以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发愿 Welcome 发愿说呢 到了极乐世界的众生 你没有时间的限制跟障碍 比如说你举个例子好了 各位 我们人生在世真的很短 假如给你活八十岁好了 其实你给你除以三 对不对 最多呢 二十七年或二十六年 你都睡觉了 然后呢 有二十七年 你都在忙工作 上班工作照顾孩子 还有二十七年呢 还有看一半电视 操一下腿 然后呢 又累了 然后呢 二十七年呢 你真的用功呢 只有十二年 或十三年 十三年诵经里面呢 还呢 打个昏沉 然后呢 所以你真正正念呢 大概只有一半 七年 可见呢 你八十岁的生命里面 你只有六七年 是正念分明而已 有时候那个正念 还是很微弱的 你有没有想过 八十年比七啊 我八十年比六 所以我们一个人 要二十四小时 正念分明的精进 是很不容易的 对不对 夏天来了 太热 哎呀 中暑了 又要喝凉水 冷气开太小 哈啾 感冒了 又发烧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们人呢 活着一生 你真正完全很专注的念头 是很短的 所以你只得知道 为什么我们轮回这么多苦 因为我们的念力里面 太复杂了 我们的杂念太多了 反过来讲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不用睡觉 所有东西 你也不会生活着苦 所以你有完全的时间 能够完全的生命体力 在那文师修 跟界定会上修行 对不对 在这个娑婆世界 不但是在家居是很辛苦 现在出家师傅也很辛苦 你知道吗 出了家 对不对 你在家里呢 为了煮饭给四五个人吃 你都很苦恼 出家人在寺庙里面 要煮饭啊 法会给好几百人吃啊 那你要生欢喜心啊 所以现在重点是 不论在家出家 你真正最宝贵的是什么呢 你的时间 还有你的体力 生命 其实就是你的时间 体力 就是你用功的本钱 假如你时间 每天都空过了 对不对 举个例子好了 早上起来 有些人早晨啊 精神就不太好 对不对 然后就去逛节 下午吃饱饭呢 回来睡个午觉 精神好了 拼命讲打手机 讲完了呢 又睡着了 其实你也反过来 精神好的时候 好好用功 诵经念佛 人不可能 二十四小时正念分明的 凡夫 你还有很多 杂七杂八的事情 要处理 对不对 所以你吃完饭呢 休息一下精神 你就可以处理一些杂事 倒垃圾 你也可以念佛 洗碗盘 你也可以念佛 对不对 所以你应该善用你的时间 这是很重要 第二个 体力不要去浪费 不要去做伤害众生的事 伤害自己本身的事 对不对 如果体力不好了 对不对 老的时候呢 还要人家福 那你呢 就是连念佛的气力 也就没有了 所以时间体力 是非常宝贵的 好 再看下面 假使十方众生 刚才讲过了 这段经文 对不起 好 再看下面经文 第三十二页 第十一行 譬喻说 譬如大海 深广无边 假如现在呢 有人把你身上 举个例子 我们凡夫都有皮肤 拔一根寒毛 比方说我手上 拔一根寒毛 拔一根寒毛 用刀子把它分一百分 百分之一 那这个非常的细 百分之一的呢 隧道像围城一样 用这一个毛层水 去沾大海的一滴水 比方说沾圣桃沙海底的一滴水 请问这是毛上的一滴水多呢 还是圣桃沙大海里的水多呢 请回答我 哪一个多 当然是大海里的水 没错 接下来阿南 比目尖连等 所知道的数字 就像呢 那个一根毛 分成一百分 百分之一的一根毛 叫毛层水 它所算不出来的 有无量无边的数字 像大海水一般 所以阿弥陀佛的寿命 跟阿弥陀佛的眷属数量 是像大海一样 是无量无边的 为什么呢 比佛的寿量 及诸菩萨 声闻天人的寿量呢 都不是用人间的数字 电脑 还有你用人脑 用计算机 可以算得出来 连辟域啊 它都没有办法 达到很好的辟域的 所以可见总结 西方极乐世界 寿命是无量 而且声闻是无量无边的 好 在这里我讲一个 大目尖连尊者的故事 请大家注意听 目尖连尊者 在佛陀在世的时候 他是神通第一 十大弟子里面 可是呢 有一天 释迦摩尼佛 在禅定当中 他知道呢 琉璃王要攻占他的家人 因为琉璃王 曾经小的时候 被人家流放 就是放逐出去 在放逐出去的时候 他住的这个家乡啊 就在世家族的人民 可是很不幸 因为厄缘的关系 世家族的人民 欺负琉璃王 歧视他 而且只欺负他 那琉璃王从小的时候 非常的恨 他说 我是一个太子 将来我做国王的时候 我绝对要把所有 世家族的人啊 全部杀掉 他发了这个恶怨 结果 他后来呢 真正他的福报 现前的时候 他当了琉璃王 琉璃王以后 他就很恨 他说 我一辈子呢 从小都被人家欺负 看不起 歧视我 欺负我 那我这辈子 一定要报这个仇 否则呢 我死都不甘心 结果呢 他当了国王以后 当然就招兵买马 他呢就常常在想 我哪一天要出兵 攻打 世家摩尼佛的国 国土的人民 叫做世家族 佛当然很慈悲啊 佛有神通啊 佛呢 他又想说 糟糕 有一天佛在禅坐的时候 他就知道 琉璃王的恶念 他想 我的族人呢 是遇到了苦难的 我应该去帮助他 结果呢 在琉璃王 要出兵的那个前一天啊 世家摩尼佛呢 他在早上的时候 就带着弟子 坐在那个路上 就打坐 这时候琉璃王就出兵啊 走啊 走到路一半的时候 看到了世家摩尼佛 他就 当然啊 因为琉璃王 是非常恭敬世家摩尼佛 他就 合掌问讯 他说 佛陀你在这里做什么 佛陀就跟他说 你应该知道 我在这里做什么呀 你今天要去哪里呀 佛就为他说法 琉璃王啊 放下你的称心吧 深深世世 冤冤相报 何时了呢 他说佛陀你不知道 我从小就被人家欺负 冷漠 还有呢 瞧不起 我这个气啊 永远恨不下 他说啊 琉璃王 佛陀就对琉璃王说 放下你的称心吧 你现在杀了他 来生夜报 他又杀了你 深深世世这样 没完没了的 最后佛用大悲的光芒 慈悲三昧放光照着他 琉璃王呢 他因为很恭敬佛陀 也感动佛陀的威德跟劝导 他就说 好吧 佛陀出现 今天不是打仗的好日子 一定会很倒霉的 走吧 全部都回去了 就所有军队就回去了 这时候呢 佛陀的圣弟子就感觉 佛的威德啊 无量无边 可是呢 琉璃王讲 没关系 我今天不打 我三天以后 再从右边东边 再绕一条路去打 结果三天以后 佛陀呢 又带一群弟子呢 又出现了 这时候呢 琉璃王呢 就看到佛陀啊 还是顶礼 但是他说 奇怪 佛陀你怎么喜欢 跟我作对呢 你就走开吧 我很恭敬你 我不要伤害你 请你跟你的出家人 都离开一边 让我的精队经过吧 然后 佛陀又再说了 跟他说 琉璃王 琉璃王 琳璃王 琛心会毁灭你自己 琛心也会毁灭 所有的一切啊 佛陀还是苦口不心的呢 为他说法 他时而感动 时而他还是放不下 自己的琛心 最后他又说 哎呀 今天呢 不看身面 看佛面 佛陀又出现了 那我们就走吧 可是他心里鬼的时候 他说 七天以后 我从西边 一定要再去打 知道吗 所以过了七天以后呢 佛陀他掉眼泪了 然后弟子就问他为什么 他说我的族人要面对业力了 纵使是我也没有办法救他们 可是佛陀因为大慈大悲 所以他还是不放弃 结果七天以后 他又带着一群出家人 在拖泊完了以后 就在马路上又站着很多很多牌 这时候琉璃王一看到他 哎呀 怎么用死你啊 知道吗 这时候佛陀要为他说法的时候 琉璃王就不听他的话 然后他说佛陀我请您恭敬地离开 否则我所有的军队就会冲过去 踩到你的话我就不负责任了 知道吗 他说他讲了三遍 他说佛陀请你跟你的僧众都离开 否则我只要一指挥 所有的军队冲过去 那我就不管你了 结果佛就静坐入大悲三昧 希望能感动他 这时候琉璃王还是在 称心的这个迷惑下 就发战 攻啊 就往前了 所有的圣地只吓跑了就躲 只有佛陀在那边 像透明一样 所有的军队就穿过去 这时候佛陀就流眼泪了 流眼泪了以后 那琉璃王就攻占了释迦族 所有大大的小小的一个都不放过 统统把他杀了 赶尽杀绝 而且放火 烧他的村庄 这时候大目尖连尊者很不忍心 就用神通力 把世家族的五百个人放在他的坡 然后就飞到偷利天宫去 然后呢 他想要救世家族的人 这时候佛陀就用神通跟大目尖连说 目尖连尊者没有用的 神通是敌不过业力的 他说佛陀我想救五百人 起码让世家族还可以活下 他说神通是敌不过业力的 不相信的话 请你打开你的坡 结果目尖连尊者就在 道力天宫打开的坡的时候 所有五百个人化成通通是浓血 所以所有的世家族都被杀了 一个都救不了 最后佛陀就悲伤地回去了 回去以后呢 圣弟子也非常的难过 就问为什么 世家族的人是佛陀的祖先啊 也是多生多结有善根啊 为什么呢 连佛陀你这么伟大 你已经成了佛都不能救他呢 佛陀说啊 为什么呢 因为世家族在无量节 无量节呢 曾经当过海边的渔夫 他们杀业非常重 天天都捕鱼 他们很鱼吃 虽然他们相信三宝 可是他没有打鱼啊 捕鱼啊 打 那他们就没有办法活下去 而他每天从大海里 所捞出来的鱼 一生所杀的生呢 就是谁呢 就是琉璃王所有的军队 所以渊渊相报何时了 所以佛陀说 神通是敌不过业力的 我讲这个故事有很深很深的用意 第一个 我发现华人的世界里都很喜欢神通 其实神通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上次不是说吗 对不对 你看一个特异功能 假如在这边是汤匙 就变弯掉 那又怎么样 我拿一个开关器一折就断掉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联友都去耗耀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其实这样不太好 因为你心有贪 小心人家就会利用你 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东西 这样你就容易走错路 而且末法时代呢 奇奇怪怪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 我只能点醒你 你要用你智慧的去判断 凡事违反五戒十善的东西 通通都不是真的的善知识 真正的善知识 不会叫你去做杀盗盈望久的事的 也不会骗你的财色名识税的 可是呢 众生呢就是听骗不听劝 所以有时候呢 很奇奇怪怪的呢 做一些方法 他就相信了 其实这样不太好 第二个 你若不从界定会去修的话 短时间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你家里有苦难的 很多人却会去扶轮 嫁机扶轮 或去求签 其实他就是劝你 要做好善事啊 念经啊 来还愿啊 到最后他还是要劝你 学习佛法的 因为只有佛法的界定会 才能根本解决 这是这个故事很重要的用意 第一个 神通敌不过业力 第二个 就是 连佛也没办法改变你自己的因缘 成果报 所以你造了恶业 是要自己承受的 佛可以劝你 向太阳光加持你 你自己肯忏悔的话 你要受的恶报呢 可以变成重报而轻受 举个例子 你造了很多的恶业 你又不忏悔 等到你灵命中的时候 你念一声 南魔大悲观世音菩萨 很好 你不会堕三恶道 但是你也去不了解了世界 为什么 你的业盖住了 你的功德力还不够 我们这次讲 敬业三福 对不对 你要往生极乐净土 是要很多很多的功德的 是要多生多节累节修的 所以 遇到自己有恶业 应该要真诚的忏悔 忏悔是唯一的修持法门 你不忏悔 不精进的话 灵命中 这些恶的种子 就会像什么 录影带一样 像黑暗的电影 把你心盖住 你是看不到 极乐净土 现前的 所以 连 大目监连尊者 他想要拿波 救五百个世家族的人 对不对 飞到了涛利天空 但是呢 还是变成了浓雪 所以夜是很可怕的 第三个 善根也很殊胜 当你 你看哦 琉璃王 他虽然恨是家族的人 但他看到了佛陀 佛陀的功德力 就会让他很感动 但是呢 注意听 连佛放光啊 都不能够降服 他身心的称心 所以可见 我们念佛也是这样 你念佛 要能够调伏你的烦恼 我前几天讲 十个念头 还记得吗 一比九 二比八 今天来的连友 对不起 我没办法重讲 请你以后看录影带 对 因为我要讲的东西太多了 很抱歉 我不能为了某一些人 就一直重复重复 所以你若 不透过念佛 来转化你的心 调伏你的心 你看哦 琉璃王 纵使佛放光照着他 他的称心 还是没办法降服的 所以可见 假如你自己不觉悟的话 佛站在你面前 也是很难度你的 了解吗 所以真正靠最后用功 还是要靠自己 好 所以你要把握短暂的生命 人生没有很长 只有七八十年 你不用功的话 生命就很容易空过的 请看经文三十四页 第十一行 心五 在这心五之前 要讲这个也还是属于 庚六 法身庄严的最后余愿 十七愿 诸佛称诞愿 这一愿请做个记号 非常的重要 我做佛时 十方世界 无量无边的佛刹 无量无边无数的诸佛 请看幻灯片 我有把字 重点标起来 注意 无量的佛刹 包含无量的诸佛 也就是说 任何的佛 都没有一个人少调 阿弥陀佛曾经发了这一愿 我成佛的时候 无量无边的佛刹 无量无边的诸佛 那当然包含药师佛 释迦牟尼佛 东方阿处皮佛 以及未来 过去现在未来的 玄节千佛 跟无量诸佛 无量诸佛呢 假如不共同 顿号 称阳赞叹 我阿弥陀佛的万德鸿鸣 宣说我西方极乐世界的 种种功德 西方极乐国土的 种种殊胜 假如不称赞的话 我就不成佛 这一愿很重要很重要 为什么呢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佛 都一定赞叹阿弥陀佛 各位你们想一想 为什么阿弥陀佛发愿 我成佛的时候 所有人都要来赞叹我 那是不是阿弥陀佛很狂妄呢 答案不是 阿弥陀佛成佛的时候是无我的 那你要想 为什么他要发愿 所有的佛国土都要赞叹我呢 答案是告诉你 你们知道答案吗 想一想 算了 我告诉你答案比较快好了 节省时间 换句话说 阿弥陀佛发48大愿的时候 他经过久节的时间这么长 他把所有佛国土的优点 通通都浓缩 所有的缺点都去掉 所以极乐世界是最为殊胜的净土 那这么殊胜的净土 只有一个目的 帮助众生成佛 那其他的佛会不会嫉妒阿弥陀佛 不会的 因为佛跟佛之间都是无我的 他不会有嫉妒心的 佛跟佛只有一个目的 也是帮他赶快成佛的 所以他当然也希望 假如你这个众生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 赶快成佛 那不是省掉他度众生很多的麻烦吗 很多脸有 常常听某些人奇奇怪怪的讲 说哎呀西方极乐世界方便说 不真实说 这里就是阿弥陀佛他自己发愿 你为什么不读呢 你为什么要相信一些奇奇怪怪的人讲呢 所以可见要信释迦牟尼佛讲的话 是很难的 对不对 你都会相信档基的话 沙盘演练的话 对不对 南海古佛观世音这样跳啊 这样来了 你就信了 真正阿弥陀佛来了 你还问你是真的还假的 是不是呢 众生真的很难度 为什么 我们的业力很重 善根很薄啊 好那现在有个问题 注意听 佛也不是像说 还有那全部人都去西方极乐世界 那我要是佛孤独不是没有人吗 错了 要是佛孤独还是度他有缘的众生 对不对 佛跟佛之间不会吃醋的 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 请问地藏经 释迦牟尼佛教给谁去流通 各位 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本愿经 释迦牟尼佛教给谁离去流通 观世音菩萨 答对了 答错的人呢 下次要拜佛三千拜 你们不是都念一个月的地藏经吗 中原超度啊 大法会啊 念了这么多地藏经 没有错 释迦牟尼佛告诉说 地藏地藏 我灭度以后 一直到呢 南沿浮提众生 下一尊佛 释迦牟尼弥勒菩萨 出世的这一段时间啊 众生是 头出头末 无量的众生都在造无量的恶业啊 我通通交给你啊 地藏菩萨 所有的众生 跟我得度的 我就度了 没有得度的人 我通通交给你啊 所以地藏菩萨的愿力很大 然后当地藏经讲完以后 耳时呢 谁站起来呢 赞叹地藏菩萨呢 是观世音菩萨 然后释迦牟尼佛就说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你在娑婆世界有大因缘啊 地藏菩萨本宴经 我就交给你流通啊 所以地藏经 为什么会这么广 观音菩萨的加持 观音菩萨是无我的 他不会站起来 complain 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不流通 谱门品啊 是不是呢 观世音菩萨是无我的 知道吗 他知道所有的众生 学佛从哪里来 从生性因果 从五戒十善开始啊 所以地藏经是功德很大的 对不对 因为你生性因果 了解五戒十善 你才会遇到善之事 你才会遇到好的道治地 才会遇到良师 亦有好环境啊 所以地藏菩萨会流通 这么广 是谁的功德力呢 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加持力 那地藏菩萨呢 也是无我的 他也不会说 你看 释迦牟尼佛特别赞叹我 他也是无我的 他只是微笑 默然 接受佛 教给他的祖父啊 所以各位 我们有时候 常常都是用 我执我剑 去解绍 佛国的净土 有时候会解释错的 再看来这一院 为什么阿弥陀佛要发愿 所有的无量佛刹 无量的诸佛 假如不共同 称阳赞叹我 阿弥陀佛的万德鸿鸣 宣说我西方极乐世界的 种种功德庄严的话 我就不成佛 太伟大了这一院 那你将来 你可不可能发愿说 我成佛的时候 连阿弥陀佛 全部都要赞叹我的功德呢 可以 但是你的功德 要比阿弥陀佛更大 你度众生的功德力 要比他更强 为什么呢 注意听 阿弥陀佛把所有的功德 修行法门 就浓缩成一句 万德鸿鸣 你十念到一念 都往生极乐世界 没有一个佛啊 有一个这么这么 善巧的方便的 所以其他的佛 都会赞叹他 也不会嫉妒他 这点要大家好好 去想一想 诸佛称探愿 所以有人会说 我还喜欢弥勒菩萨 但是我不喜欢念阿弥陀佛 那你有问题 那你就到兜率内院的时候 弥勒菩萨会亲自为你讲 无量寿经 你也不要跟他变 你就说 那你就免弥勒菩萨吧 上身兜率内院 因为呢 难言福提众生啊 刚强难化 难调难福啊 你就让弥勒菩萨度他吧 有些人呢 就喜欢念观世音菩萨 不喜欢念阿弥陀佛 那没有关系 你就不叫他拜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会度他 你不用操心 你不用这么鸡婆 你不用把所有的众生 都拉到身上里来度 最后呢 你不断度不了众生 反而被众生度走了 再看下面经文 三十四页第十一行 注意看 十方佛战 在无量寿经 第二十三品里面 佛就讲得更详细 为什么要发这一院 请看 富次阿南 东方横河沙树世界 一一世界当中 有横河沙树的诸佛 都出广长蛇像 篇附三千大千世界 放无量光 说真实的语言 实实在的语言 佛都不打妄语 称阳赞叹西方极乐世界 无量受佛的 种种不可思议功德 广长蛇像是代表 佛三十二项里 讲经说法像 其实广长蛇像是比喻 是指佛讲经嘴巴吐光 骗照三千大千世界 有曾经 以前我讲经的时候 有莲友跟说 师父 佛广长蛇像 这个舌头愣出去 要流口水 三千大千世界 那不是很可怕吗 想象力非常强 广长蛇像是指 不是这个意思 广长蛇像是指 佛讲经说法 他吐的光 可以骗照三千大千世界 你有在地球上 看过舌头这么长的吗 有 有一个人 对不起 叫长蛇腹 是不是 佛不是这样的 这是他放光说法的意思 好 请看下面 经文继续 第三十四页十三行 南西北方 恒沙世界 诸佛称探 亦富如是 四围上下 恒沙世界 诸佛称探 亦富如是 到这里是一段 所以 所有的师父佛菩萨 都会赞叹的 所以无量寿经 前半部 释迦摩尼佛 讲经说法的 当机众是谁 阿难尊者 后半段呢 当机众是谁 菩萨众 弥勒菩萨 所以我也知道 新加坡有很多人弘扬 弥勒三经 弥勒法门 很好 我非常赞叹 其实我告诉你 我自己不但拜阿弥陀佛 我也拜弥勒菩萨 尤其当你读到 瑜伽式地论 五重为士官 大致度论 般若波罗蜜 现观庄言论的时候 你就知道 弥勒菩萨非常了不起 弥勒菩萨 生生世世 禅定力很深 当然他修慈心三昧 而且呢 他福报很大 他般若波罗蜜也很深 所以弥勒菩萨 不是像你想象的 肚子大大的 欢喜 大家来吃菜 那你就叫弥勒菩萨 不是 不是说肚子大大的 笑笑的 然后就是弥勒菩萨 你太把弥勒菩萨看太低了 贤结千佛成佛 他排释迦摩尼佛 后面的第五尊佛 是非常了不起的 对不对 所以一贯道的人 那怎么办 就等龙华三会 释迦摩尼佛再度他 不要去跟他辩 辩没有用的 知道吗 你辩不赢他的 你就笑一笑吧 你念你的弥勒菩萨 我念我的释迦摩尼佛 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 我可以骗共诸佛愿 再回来都帅念念 供养弥勒菩萨的时候 再拿一朵花给 Hello 老兄 您好 Nice to meet you again 那时候他就没话说了 知道吗 到时候你就拿花供养他 很高兴 在都帅念念再见到你了 知道吗 修持的功德力比较重要 跟他辩论没有什么意义的 接下来再看 何以故 佛就回答 为什么极乐世界会这么殊胜呢 为什么呢 因为阿弥陀佛希望 他方所有的众生 听到比阿弥陀佛万得鸿鸣的时候 都能够发真正的清净心 意念受持 归依供养比阿弥陀佛 乃至于他发一念一念的 短暂的清净的信心 将所有的善根 至心的回向 将来都会往生极乐世界 随他 昼夜早晚的发愿呢 一定会往生 而且得到不退转 不退转就是阿弥陀治 乃至呢 正得无上正等正觉 这个就解释 为什么阿弥陀佛 希望所有的诸佛都要赞叹他 因为这个法门是 所有他经过九节的时间 一直把它浓缩浓缩浓缩到呢 让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让你快速圆满成佛 就像我前几天举例 苹果 还记得吗 你不用去种苹果 买种子 还要去浇土 灌水 还要除草 等到土皮果出来了呢 还要怕虫吃掉 直接呢 出钱买一个苹果 你就可以得到苹果 但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 这么大的苹果 你很难相信 太容易了 太容易到呢 你无法相信 来 看我 眼睛可以看见 三千大千世界的东西 眼睛看不到什么 星红湿自己的眉毛 因为眉毛就在眼睛的上面 你眼睛要怎么看 用镜子才能够看到你的眉毛 对不对 这个比喻是什么 因为太容易了 所以你很难相信 哎哟 一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什么也没做 他真能成佛吗 不可能的 骗笑 当你这样想 不可能骗笑 没错 你就是笑 因为你无名盖住你了 你没有智慧 你不知道 阿弥陀佛万德庄严 就像浓缩浓缩的蜂蜜 一滴蜂蜜里面 有多少的糖分跟精华在里 各位新加坡人 都很喜欢吃燕窝 也知道 一小小的一杯燕窝 比你一天的三餐营养都还高 科学都可以做到这样 那我问你 大杯观世音菩萨的大杯水 一滴就可以片洒三千 那何况一句 万德庄严的阿弥陀佛 这火佛号 怎么不可能度你成佛呢 答案是可能的 所以难信难信 所以像慕尼佛讲完 《无量寿经》也可以说 这个法门真的很难信很难信 要相信的人都是多生多节修 而且跟阿弥陀佛有缘的 所以前几年我问大家说过 弥陀法门这么殊胜 那为什么我们坐在这里呢 因为我们都考试不及格了 59分被荡掉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想对这一念要看经文 看幻灯片 能发一念尽性 请把一念尽性四个字画起来 你真正的清静的心 完全相信没有怀疑 你一念的尽性升起的时候 你念取的一句佛号 就能够遍复三千大千世界 所以念力要从哪里来 从训练来 训练当中要先从道理明了 否则你总会这样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念了这么久 阿弥陀佛到底有没有来 我还没有在乱费我的时间 世界这么多人 他还记得我嘛 对不对 阿弥陀佛太忙了 他已经忘记我了 对不对 还有人更好笑 每一个人都念阿弥陀佛 不把阿弥陀佛给吵死了 阿弥陀佛不会吵死的 阿弥陀佛看一切众生都是透明的 对不对 好 请看万灯片 所以释迦摩尼佛 这张图片就是 释迦摩尼佛专门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 请看右边这尊佛就是释迦摩尼佛 他当时讲无量寿经的时候 与与会大众在娑佛世界 佛陀的手指一弹指 就出现了西方三圣 所以与会大众是看到极乐净土的 所以佛在世的当时的弟子是很有福报 因为佛的功德力加持 他可以亲自看到极乐世界 接下来再看 十方的天女都来赞叹中间这些阿弥陀佛 右边绕了一圈 东西南北四围上下 所有的佛都赞叹阿弥陀佛 弥陀佛大愿望 所以连释迦摩尼佛都不会嫉妒 弥勒菩萨也不会吃醋 怎么会像其他的法师说 西方极乐世界是方便说呢 各位脑筋里想一想 是真实说 不可思议说 所以十方诸佛都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 所以在玄庄大师 从翻译的阿弥陀经里面呢 我们现在大家念的是 纠摩罗舌大师所翻译的版本 就是六方佛战 但是在玄庄大师 以梵文本从译的时候 就是十方诸佛从战 这个十跟华严经的意思是一样 代表大圆满的意思 无量无边的时间 无量无边的空间 无量无边的诸佛 在每一分秒都赞叹西方极乐世界 我上次说过 往生极乐世界 每一秒 你看我现在跟你讲 八点四十九分 每一秒 有无量无边的众生 往生极乐世界啊 只是我们看不到 但是你说静坐思维 按照佛经去思考 你可以感受得到 每一秒 八点五十分 所有的诸佛都出广长蛇像 骗覆三千大千世界 在他的世界里面讲 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啊 所以怎么会 弥勒菩萨跟释迦摩尼佛 不赞叹阿弥陀佛呢 各位想一想 所以我也很高兴 十年前我讲四十八大愿 现在我功力更深了一点点啦 十年里面我体会也很深啊 我是非常的有信心 对七方极乐净土啊 当然所有的法门我都赞叹 我也学习 但是我的愿望是一定发愿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的 好 接下来再看下面一愿 请看三十五页 第六行 庚七 文明浦意愿 注意文明这个名就是万德鸿鸣 前面庚六我们介绍了 法身功德庄严 现在我们开始介绍 那这句万德鸿鸣是阿弥陀佛所有修行法门的精华 请问听到阿弥陀佛万德鸿鸣有什么好处呢 有十条好处 第一请看三十五页 第七行 心一十八愿 十念必生愿 我做佛时 十方众生 闻我名号 至心信药 这个念药 喜药的药 不念乐 是破音字 至心信药 所有的心非常的相信 而且非常的好药 把从早到晚 仁天秤 僧文秤 菩萨秤 所有世出世间的所有的善根善法 念念都发愿回向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乃至十念 注意听 乃至十念画起来 乃至十念是指最低的minimum 我再讲一遍 乃至十念请画起来 minimum是指十念 阿弥陀佛没有说叫你不要多多念 十念法门是很好 是方便法 但它是讲 心心回向 愿生我国 先要有这个条件 我再讲一遍 请看幻灯片 说至心信药 要很专心 要相信 而且好药 第二个 所有从早到晚的善根 念念都回向 接下来还要发愿 愿生我国 才来是乃至十念 愿文是这样的 很多人就说 哎呀 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就每天早晚十念法就好 其实那个是方便 一种善巧方便 我前几天不是讲 舍利佛要度妈妈吗 记不记得 妈妈她没有善根 在门口吊一个铃铛 念一声 南无阿弥陀佛 她一声也只念两声 可是她的业力是去了地狱 因为她一声造了很多恶业 在地狱当中 那个黑白无常 要插她进入油锅的那一叉奶 当那一声 她反射动作念那一声 南无阿弥陀佛 她就出了地狱了 所以听好 十念法 你可以相信 但不可以侥幸 请你写下来 十念法 你可以相信 但不可以侥幸 因为我听很多很多的法师解释 都会让很多人觉得很奇怪 结论世界并不满嘛 十念法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问题 这十念你要看 一比九 二比八 你这十念是怎么念啊 有些人他心很专尽 他念一声 他的确可以转自己的念头 可以 这样你十念会往生 我举一个例子给你们听 这一院很重要很重要 各位知道大悲咒吗 大悲咒是 大悲观世音菩萨在阴地 大悲心陀罗逆经里面说 他遇到了千光王静柱如来 对不对 然后呢 他为了救度众生 对不对 他看到众生呢 一生又一死 一死又一生 观世音菩萨觉得 哎呀 众生难度 对不对 所以在西藏里面说 他就掉了两滴眼泪啊 一滴变成绿度母 一滴变成白度母 那观世音菩萨呢 他也退了道心说 哎呀 众生难度啊 对不对 所以当他遇到千光王静柱如来的时候呢 他学到了大悲神咒 他那时候是出地菩萨 华严经出地 可是呢 他呢 大悲 千光王静柱如来 教他大悲神咒的时候 他就念了 一念顿超越八地 八地就是阿弥陀经讲的 阿皮八治 不动地菩萨 后面我还讲 你先听到这里 理解到这里 对不对 那结果呢 大悲参里面就会说 对不对 大悲观世音菩萨 开眼含笑 对不对 然后就开始念 南无荷莱丹内都来亚耶 南无我里耶 菩萨皆地 这样子念 对不对 他才念一遍 对不对 山河大地就六遍震动 有人发了菩提心 有人证了生文果 有人证了菩萨果 有人证了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对不对 他才念一遍啊 对不对 全部都证果 我们诶 念了很多遍 说不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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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见了 只剩一个大水果 知道吗 我常常喜欢讲这个辟语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心念 没有像观世音菩萨 这么亲近 第二 我们的心量不够广大 只是想到自己的家人 当然你的家人 也是众生之一 可是呢 你的功德力就没那么大 第三 你的愿力没办法 禁虚空骗法界 十方三世一界的众生 我都要读他成佛 观音菩萨有这个愿力 接下来 观音菩萨的禅定力很深 所以他念 只要念一遍的时候 通通都证果了 为什么呢 他是正法名如来 道价慈行的化身 观音菩萨已经成佛了 那你想想看 我们有多少的道场 一贯道 对不对 道教 佛教 对不对 我不知道司马路观音庙 有没有念大悲者 很多道场呢 都爱大悲惨啊 对不对 也念了二十一遍呢 结果呢 当然 觉得很多善缘很好 问题呢 出门的时候 都拿了很多水果 吃了很多 对不对 你心中是要证悟的 所以 念力是很重要 再回来看 心心回向 愿生我国 乃至实念 乃至实念是最低的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临命中的时候 身体断气是很痛苦的 你不要说临命中始 你平常发烧的时候呢 你就不太舒服 你要像念佛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念大悲咒呢 你也念得不太清楚 念经呢 你看了呢 就很烦恼 就把它合起来了 那在断气的时候 地水火风 四大分离 好 注意听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断气了 第一个 他身体会很痛苦 所看到呢 一般没有学佛呢 前面呢 是黑暗的 他身心要分离 灵魂要离开 然后呢 他地水火风 在业力 在变化当中 所以第一个是呢 风断气 所以我前几天教 念佛跟呼吸的关系 对不对 他很痛苦啊 对不对 然后心里呢 看着这边还有子孙 孩子 那边还在吵架 分财产 对不对 他很难过啊 身体呢 他很痛苦啊 对不对 那时候心是心乱如麻 接下来呢 对不对 他就断气了 接下来呢 体温慢慢冷透了 神室离开了 最后呢 皮肤呢 就裂掉了 流出了浓血 水大 最后呢 火化的时候 就变骨灰了 所以在 这个断气的当中 他是很痛苦的 很痛苦当中 所以为什么 净土中说 注念的时候 不要哭 不要摸他的衣服 摸他的身体 不要帮他换衣服 因为摸他的皮肤 像五百个刀子一样 擦在身上 他是更痛苦的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 他会念阿弥陀佛 一个啊 都啊不出来的 你不要 不相信你试试看 你身边的时候 阿弥陀佛念得清楚吗 不容易的 对不对 你要骂你的时候 你阿弥陀佛还清楚吗 有些人骂你 他说 等一下我念出法了 先给他打一架 再来念阿弥陀佛 其实你的身心 比你的佛号强啊 所以灵命中的时候 念念是不容易 所以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 意思是说 所有的众生啊 在灵命中业力显现 只要他肯念出实声啊 他还是可以往生的 所以这乃至实念是指什么 是指结果 请写在旁边 不是讲音 那你灵命中 只要念出实念 那你平常就要多多念嘛 举一个例子 像河流 从上游 流到下游 流到中游 再往下游 你灵命中时 阿弥陀佛要念得出来 那你平常要更任功念啊 中国一句话不是吗 养兵千日 用在一时啊 举一个例子 你回去可以实验自己 你如果不相信师父的话 你可以实验 晚上做噩梦的时候 你看你会不会念阿弥陀佛 对不对 晚上阿弥陀佛 晚上做噩梦的时候 你会不会念阿弥陀佛 有人会说 晚上啊 师父我被鬼压 对不对 喘不过气 晚上啊 我觉得我被人家追啊 哎呀人家杀我 讨债啊 对不对 还有些说连友说 晚上呢 我欠人钱啊 对不对 买马票啊 钱没有钱 晚上被人家追啊 那时候你满脑子 都想的都是马票 还有恐惧 跟不安 跟逃跑 其实你一句佛号 是念不起来的 那你就知道 活得的时候 你都念不起来 所以那你灵命中的时候 要念起佛号 是不太容易的 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灵命中的时候 为什么要注念团 其实注念 注念 注意听 注念 顾名思义 帮助你提起正念 其实还是要你自己念 你说自己不将不休 纵使注念团来了 帮你注念 假如你夜很重的时候 你还是会昏迷的 你还是呢 不会去极乐净土的 所以这个问题 不可以掉以轻心 要理解完整跟正确 乃至十念 它前面有条件 自心信乐 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愿生我国 乃至十念 反过来说 你居足了这些条件 假如灵命中 你念出十念 而不会往生的话 阿弥陀佛绝对不成佛 那现在阿弥陀佛成佛了 换句话说 一念到十念 往生极乐世界 是绝对百分之百 不用怀疑的 但是平常要用功 接下来再看 为处五逆 毁谤正法 把这两句画起来 三十五页 第九行 这两句画起来 画五个星星 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 他也做到了临终十念 可是他平常 造五逆罪 毁谤正法 所以极乐世界 没有现前 是 当时 在五逆罪 没有现前 在五逆网上 在五逆网上 在六方 都是 就是 感谢观看